大家好 这期我们聊一聊台湾艺人小S 小S这两天又登上了媒体的热搜又火了 原因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 是因为小S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为台湾有一名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叫戴姿颖的加油 在奥运会上 本身作为台湾人的小S 为一位台湾的选手加油 无可厚非 但是为什么这次小S简简单单的一句为老乡加油的话 登上了大陆媒体的热搜呢 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于小S称这位台湾选手叫台湾国首 主要是国首两个字 国家的国选手的首 遭到了我们广大的大陆网友 包括小S的铁杆粉丝 大量的抵制 不仅如此 目前小S在大陆有好几家代言的企业 纷纷表示和小S要解约 结果搞得我看小S自己都有点一脸懵逼 有记者问到他反应的时候 他说请让我先静一静 明显看得出来他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引起这么轩然大波 那么很多网友就在讨讨论一个问题 这次我们大陆网友包括大陆企业对于小S的这些反应会不会有点过激 会不会有点玻璃心 至不至于 那么今天我就来聊一聊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我个人认为 看似这是一个个体事件 但是这其实是两岸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小小的映射罢了 说实话 小S这句话 如果放到十年前 没有任何一个大陆人去挑他毛病 归根到底 两岸关系当中能够给台湾人和某一些大陆人操作的模糊空间越来越小了 而且这个趋势仍然在不断的缩小当中 你不要以为好像小S今天这个事 就证明两岸关系 这个模糊空间已经到极致了 还没有 模糊空间仍然在缩小当中 这个趋势一直存在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三十年前 台湾人喊一句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那个时候大陆人一听这话 心里就有底了 说至少还说明台湾人还心怀大陆 他对大陆这块领土 他还有念想 对吧 他还寄予你这块地 就证明他还认自己是中国人 台湾不会独立 放心吧 这个时间再往前推 十年前 只要是台湾人抱住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那他立刻就变成香饱饱了 因为那个时候 别说台湾 连在中国大陆对中华民国还有一帮民国粉呢 对不对 大家回忆一下 因此认同这四个字 就等于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十年前 那么现在呢 我想请问一下诸位啊 如果台湾人现在还敢在大陆 还能提中华民国吗 还有谁还信这些鬼话 举着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想继续蒙混过关 没那么容易了吧 不好意思了 现在大陆啊 已经可以公开的告诉台湾人 你们那个就叫伪政权 伪政府 伪国起义 以后在大陆的台湾人 应该都要像欧阳娜娜那样 非红即专 甚至于你得表现的比大陆当地的人还要红 还要专 否则大陆老百姓不同意 知道吗 这是民意啊 所以说大家看出来这个趋势没有 三十年前等于是呢 大陆这边死死抱着台湾 拉着裤脚 就说你不要走 总担心人家不跟咱玩了 哪怕他把你当做敌人 他把你当做对立面 这个我也得搂着你 我也得抱着你 我光怕你飞了 但是现在呢 你发现啊 从上到下 别看我们经常也是台湾台湾台湾 但是从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对于那块岛上的人的具体想法 很多人已经不在乎了 啊 但是那块岛 还是我的地儿 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谈判空间的 但具体 是吧 在那块岛上的人 怎么说 怎么讲 不重要 啊 但凡你有种 你就修宪 是吧 你像个男人 你就承认你独立 但你发现没有 号称要台独的民进党 啊 民进党这号称也是干了好几届了啊 十几年总有了吧 到现在不敢修宪 一让他法理台独 他立刻就尿裤子 啊 一让他什么公投 他反对那个劲儿 比国民党还厉害 为什么 他心里啊 有敢秤 啊 知道红线在哪里 别看现在小S说了国首啊 仅仅这两个字 受到了冲击 你放心 再过个三五年 作为台湾人 你但凡还想来大陆发展 但凡还想挣大陆人的钱 啊 你就必须要扛着五星红旗出来了 因为到那个时候啊 你不做出这么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又红又专的举动的话 大陆老百姓不同意 大陆老百姓不答应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模糊和妥协的空间 啊 比现在小S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局势啊 更严峻啊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乐意 我乐意就可以改变的 因为这个叫社会的集体意识 这里面我相信呢 也会有一些人替台湾朋友开拓 是吧 就像今天我听那个野里啊 他们三个人在讲小S这个事 他说呀 他说这个有的时候啊 我们得理解 台湾老百姓啊 都是在那种没有接触过大陆带教育 再加上呢 这个台湾历届政府去中化运动啊 然后呢 这个他们这个伪政府啊 一天到晚搞两岸对立 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因此呢 就说哎呀 他们也是无辜的啊 我们要就要多一点包容 那我想请问 当年秦朝统一中国的时候 是吧 战国七雄嘛 秦朝统一他们之前 有没有提前先征求一下那六国老百姓的同意 先问问 是吧 挨家挨户 敲门问问 你同不同意我同意你啊 我是不是要争取六国人的民心呢 民心没有争取到 咱那活是不是得往后推啊 好像没有吧 最后秦国统一中国里的事 做成没做成 全在秦国的实力 对吧 一切用实力说话 做成了 秦国一统天下 一统江湖 做不成 秦国就被那六国瓜分 就这么简单 因此 简单一句话 从古至今 从来都是弱者去迁就强者 没听说强者天天被弱者摆布的 我说实话吧 到今天这个地球上 唯一一个强者被弱者摆布的 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这种畸形的关系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改变 台湾最信奉的美国 对吧 我们就举个例子嘛 就看美国 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的超强 你见过美国哪一次被一个不如他的 一个小弱国摆布的 有吗 对吧 离他最近的古巴 不听话 收拾你 一制裁你连续几十年 让你生不如死 怎么的 对吧 长臂管辖 谁不服 揍谁 当然了 我也必须承认啊 比如说像什么阿富汗啊 像越南啊 他也有这些什么深陷泥潭 是吧 拔不出腿 最后弄的是灰头土脸这些事 他也他也有 但是你放心啊 往后再类似像阿富汗这样的存在的话 美国照样出兵 不是说他既吃不既打 不是那意思 美国也不傻 那是因为在当下那个历史背景下 出兵对于美国来讲是最符合他的国家利益的 大家不要被美心某些媒体啊 带偏 知道吧 那么因此啊 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讲啊 统一最终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两岸必须认同一个政府啊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之前可以商量 但是我只能说台湾错过了最佳谈判的时机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啊 你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 可能有些人啊 觉得我好像有点极端啊 这个缺乏人性 但是呢 我只想奉劝啊 包括我们这个群里的也包括订阅我的某些台湾网友啊 奉劝你们一句话 你们过去几十年啊 对我们大陆无论是政府也好 人民也好 包括政党也好 对吧 你们的歧视 谩骂 嘲笑 侮辱 抹黑 诋毁 啊 及其各种各样敌对行为 什么比如香港反送中啊 对吧 语言都不说说尽的 你们当中所参与的角色 这些债啊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得还 那么如果说说到小S头上 那我只能证明 对吧 这些事不是你干的 我相信 但是呢 你作为两千三百万人当中的一员 你要帮他们还债 你要替他们还债 没办法 我说那句话 这个不为个人意志为转移 你生在那个岛上 你就要为最后的这个结果买单 为他们共同买单 其实大陆社会对台湾的这个态度啊 它的变化其实是随着台海两岸 这种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并不是说哪边是这个什么又战狼了 是吧 哪边又网爆了 哪边又出征了 哪边反中了 哪边去中了 这些行为都是建立在实力变化之上的 对吧 就像我跟他说的 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时候 那时候是台湾实力强 大陆实力弱 对吧 所以他喊着他统一你 哎 时至今日 实力逆转 实力掉个了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台湾干嘛 不要统一了 我得远离你 我得去独立 因此实力变化是两岸关系变化的本质 其实啊 我个人也希望 是吧 两岸老百姓 是吧 这个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是吧 每天嘻嘻哈哈 打打闹闹 啊 这不挺好的吗 是吧 小确幸吗 可是理智告诉我啊 这么多年来能够维持这样的状态 它其实是一种 或者说是一种虚幻的 还是蜃楼 原因是我刚才说过 大陆给了台湾大量的模糊空间 啊 大陆作为强者 一直被台湾这样的一个弱者 在调戏 啊 在蹂躏 出自这个民族认同也好 是吧 出自这个两岸同胞的这个感情也罢 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模糊空间持续了几十年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啊 这种模糊空间 要不了多久 就不复存在了 一切都要上了 明面上谈 一切都要接受灵魂的拷问 啊 说白了吧 就是过去啊 大陆太给台湾脸了 海南的水果 宁可烂在自己地里 也要去高价买台湾的水果 大家回忆一下 那是什么情况 那要付出多大的心血 这不光是金钱的这个付出啊 这还是民族感情的付出啊 但是台湾人用什么回报的呢 你这边刚一疫情开始 然后那边马上立刻禁止口罩出口 对吧 你这但凡有个天灾人祸 那边比过节还开心 所以啊 这个小S这次丢了代言 啊 我们也不能说一棒子把它拍死 对吧 我们可以听其言观其行 啊 你要么就以后几年慎行 是吧 摆正自己位置 要么你就破罐破摔 就像今天李里他们说的一样 是不是把它推到了对立面 无所谓 全在你个人的选择吧 啊 总之以后这种混水摸鱼啊 是吧 或者说两岸通吃啊 这种情况 存在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低 啊 统独问题啊 一直是一个高压线 高压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谁碰谁死 不论动机 另外我再多说一句 为什么我觉得小S不原 即便是拿他自己这个个案来讲 大家去看一下小S称台湾这个选手 叫国首这个消息 他是发自哪里啊 他没有发在自己的微博 小S微博上千万粉丝 那在国内也是大V 对不对 但是小S很聪明的把这条消息 发在了他的这个Instagram上 海外媒体 他可能以为啊 这个大陆网友看不到啊 粉丝们发现不了 没想到啊 当今这个互联网啊 没有什么东西是网友找不到的 结果被人家揭开 就闹得是天下大乱 他这叫不懂政治吗 他聪明的把这句话 放在放在了海外媒体上 没有放在微博上 意思是什么 大家自己去想 没那么傻 对不对 小S没那么傻 政商名流也没少见 是吧 在各个圈子打拼这么久 这些不懂吗 大陆他没来过吗 大陆的底线 他不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知道 所以他才把这句话 发到了Instagram上 不过这个整体啊 大陆今天的对他的反应 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这个我相信 他没有觉得好像这个东西 能引起这么轩然大波 他以为呢 就呼噜呼噜就过去了 是不是 而那句话 两岸可以通吃嘛 钱我还可以照赚嘛 但是呢 模糊空间没有啦 小S 不光是你 再过个三五年 比你更惨的人都会出现 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 我只希望台湾朋友 尤其是我们群里的 或者是订阅我频道的台湾朋友 视食物为俊杰 对吧 你非得顶着这股劲上 那可以 走着瞧吧